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的排卖已经吸引来了各郡的强者和大势力 而且四流门派妙华公公主也来了 竟然惊动了四流宗门 派家主这宣发做得不错嘛 不过我又不去八截 不去不去 妙华公公主被称为新允大陆棋女子 和掌门一样 年纪轻轻就同理了一个宗门 妙华公公主是女人 多年轻 漂亮不漂亮 呃 妙华公公主才刚满二十岁 相貌出众乃万里挑一的大美人 爱家主一再相邀 本座如果回绝就有点不近人情了 为了和宗门大佬加强交流 我今日就去拍卖会 丽林指导吧 主要是看看 妙华公公主如何万里挑一 如何的大美人吧 那可不美女嘛 宅武去的就更好了 呃 倩倩 我也想随掌门 掌掌见识 我和你去拍卖会 倩倩 倒也不用这么急 掌门一路走好 倩倩啊 累不累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不累 可不可 饿不饿啊 不可 不饿 妙华公 一个新崛起的四流宗门 向来只收女弟子 是新允大陆 为数不多的女流宗门 公主名为西茜玄 被誉为世间奇女子 掌门对大陆上的各路势力 支支甚少 这样很容易招惹上 后台过硬的对手 我们铁骨与翼见风 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掌门要多方考量 倩倩 我们的后台 也是邦邦硬的哦 五台正式在家 黄金贵宾卡 请进 怎么这么急 怎么这么慢 今天都多少时间了 往前摸一步了 全都不想要的 那肯定啊 看来 艾老板听取了我的建议 搞了个会员分级制度 是军掌门的 在艾家消费五百万以上 才能获得黄金卡 获得参加此次拍卖的资格 看来 你得下次再来参加了 张兄 这位军掌门 就是你们青阳郡的那位大红人吧 不错 就是军掌门 以八流门派 横扫六流 好奇门 你们青阳郡果然是偏远小弟 这六流门派看来 住了不少水门 估计我们郡一个七流门派 都能横扫青阳郡 白金卡 五流门派掌门长老 才能拿到的白金卡 艾家主哭着喊着送给我 可以入场了吗 欢迎白金会员 军掌门 本想低调 现在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慢慢排队吧 黄金扎着 张兄 你们青阳郡的门派 是不是倒置排序啊 八流最强 最嚣张 军掌门为我 哇 不愧是白金包厢 奢华啊 从这里看拍卖场 一览无余啊 青阳郡的拍卖会场 竟然出乎意料的还不错呢 好美 这便是妙华公公主 西倩玄 是不是美若天仙 不妙 嗨 倩倩 总算看到一个颜值 只比你差一丑的美女了 你 你突然在说些什么 我素竹的反应能力 和理智够够点赞 先糊弄过去 我这座小冰山吧 不然我就得在冰块里 看拍卖了 隔壁的 可是铁骨派的军掌门 正是在下 九闻西公主 是星云大陆的奇女子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君掌门统领的铁骨派 门迹八号气门 才让我钦佩呢 公主 来的时候 太长老说过 不要和这种 不正经的男人说话 竟然说 你没那丫头漂亮 你说谁不正经的 你见过这么帅的 不正经人吗 看人真准 倩倩 你怎么像这外人 这个女人定力真强 面对帅得这么 淋漓尽致的我 竟然一直没有正眼看过 不愧是奇女子 妙华公公主 虽然能力绝强 可惜她天生患有眼疾 你是说 她眼睛失明了 那此次前来 便是为了疗伤丹吧 不过 她恐怕要失望了 未经许?". 未经许.. 未经许完全正在